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么讲吧 说我们今天所关注的 不是不关注政治 是关注真正超越政治 是政治能够在世间发生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教会 只是我们现在的眼光 容易从这个最根基的地方 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我刚才跟这个姐妹说 哎呦 我这掉了 我这绿的 所以我现在不合格了 就是这个 我们今天贴的这个笑脸 我上次来的时候呢 也贴了一个笑脸 就是因为我们很严格 上次来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稍微有点松懈 上次呢是需要有戴口罩 每人检查了 然后拿这个体温枪 在我们枪了一下 然后呢都要我们每个人 这个洗了手 然后给我贴了一个这个笑脸 那么那天呢很凑巧 那天这个笑脸的这个圆子呢 是蓝色的 那我觉得我们教会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很多网友 跟我通信的时候呢 我就跟大家讲说 哎 你们看录像了 我让你们猜一猜说 我这个蓝点是什么意思 我想给他们一点这个Q 让大家这个 你知道吗 来了一大票人 说牧师你是民主党是不是 然后忧郁了很多人还 然后我说一下 我根本连网都没有往那儿想 我只是想 我就跟他介绍我们去加南教会 他们那边的防御非常好 我现在希望说 每一个教会 如果你们有这个户外聚会的时候 都应当采取这些措施 我实际上是这个目的 结果没想到牵扯到 你看有多少人牵扯到政治 我不是说大家的关心是错的 我想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可能跟世人关心的角度 应当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都看一看说 什么宪政是我们的支柱 我也承认是支柱 大家都说这个支柱老不老 但是作为基督徒 大概我们眼光是应该 透过这件事看到说地基老不老 我们的地基如果动摇了的话 这个支柱老不老有什么用呢 这是我们今天眼光不一样的地 这个也是对我很惊奇的 我也碰到了很多非基督徒的学者 商人 然后一般的专业人士 他们比我们看得好像清楚似的 他们能透射回忆看到说 在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表面是一个外在的宪政结构 背后是有社会潮流 而这个社会潮流里头 他们承认说 他们第一次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承认说 这头可能有更深的意义 有超越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也应当往这个方面去想的事 好 我们一块来祷告 主 我们真是感谢你 感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尽管世间有各种各样的纷乱 但是这都是主你允许的 你允许就给我们真正的一切的力量 不管是世间建造的 还是世间破碎的 但是主你在其中 都让我们有更高的建造 就是那永生的生命 求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今天到你的支圣所 就是来仰望你 就是看你自己的生命 如何建造你自己的身体 那就求主 今天你的圣灵感动我们众人 让我们众人都是仰望你 这头没有讲 没有听 我们都是共同到这儿来 来领受主你自己的建造 求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祷告不配 事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 今天我们找的是 以希杰书 我们今天可能在这一段 47章的经文之前 可能会把以希杰的书 他整个先知他自己的生命 所带来的东西 整个回顾一下 讲这个之前 我讲一点其他的事 不是信仰 但是可以比喻的 以前我们中国有一个 应该不算道家 因为他们是开创者 这个庄子 庄州这个人 他以前讲过很多很有趣的预言 其中一个预言 就是他秋水片里头讲的 他说中国在北方以前 在他那个时代里头 唯一的大河是黄河 所以说河就是黄河 他说到了秋时 秋水下来了 然后百川灌河 都汇到这个河里了 河就很 哇 这个很骄傲了 说他那个时候 河多汹涌呢 黄河本来就挺宽的 他说宽到这种程度了 以致从河这岸 看那边的时候 是牛是马 看不清了 宽到这种程度 于是很骄傲 他说这是我天下第一 天下的水都居于我 然后这个河伯 就趁着水 一直往 往哪儿走呢 往东走 然后到一个地儿 到了北海 就是我们今天看的 渤海湾在我那边 哇 傻了 为什么 哇 这个不是能 变不了对面的牛马了 根本看不到边 他傻在那儿了 哇 我不知道 仍然有这么大的东西 然后北海就说 北海不是龙王 就是北海本人 那是寓意性的 就跟他讲了说 哎 你看海是这么深 你这个 这不是百川 他说万川归海 但是呢 而且是不停地流过来 但是呢 海从来没有灌满过 他说围旅啊 这个东西实际上没有 据说是在日本的 再往后一点的地方 据说那儿有一个大洞 水都流进去 这个围旅啊 他说围旅卸之 这个围旅不停地在流水 可是呢 从来也没有把海给卸空了 所以不管是春夏秋冬干旱什么的 海都是这么多 所以说你这个河不算什么 我这次也想到这个预言 我说其实这个美国政治 或者是我们今天看到地面的自然界的一些风浪 其实不过都是小河而已 都是河里浪潮 我们以前老说是茶壶的风暴 河的风暴 但真正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有哪是不动的呢 那个我们所看到的 真正永远不会被灌满 也永远不会被泄空的 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 其实就是这儿 对不对 就是上帝应该是在天上 还不是这儿 天上啊 我们这儿只是一个渊源 那我们现在的眼光应该是说 如果我们看到说 黄河都这么大了 然后呢 可能是我们那个 有一片土地的灌溉之处 那其实黄河的也会枯竭啊 那它不枯竭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那黄河的水从来 那海没有倒灌回来啊 海是超越 你奔着那儿去了 那怎么样呢 很简单 它都蒸发了 变成云 然后甘霖从我们这儿降下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的 不单单是海啊 当我们仰望着海的时候 那为什么那个超越的 绝对在海之上的东西啊 他这个 这个庄周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海 就是这个绝对超越的水源 和你看到的河 它之间根本不是数量的差距 是绝对超越 那绝对超越的东西 我们怎么能看见呢 所以我们看到了 哎 这么灌回来 仍然是有形有体的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记得要倒成肉身 天上的绝对超越的 数量不可计的 那个真正的 我们所看到的活水 不是直接倒下来的 是借着云下来的 什么是云呢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今天讲了 所以教会说 为什么要重建这个呢 我们现在就是 这个眼光有的时候 错了 就说 哎 你看 这个是上帝保护的地方 上帝 这个 blast our make 对不对 上帝怎么 怎么祝福我们这 我们现在都是往外看 上帝你为什么不祝福这了 他没往里看说 管道通不通啊 上帝的活水 是通过哪下来的 这是真正的关键 一切结束说的就是这件事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重建呢 如果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 还在政治上很热情的时候 我也不反对 但是最重要就是这条 就是真正你要让上帝祝福这 是在我们中 就是事情就是这个 重建教会 什么时候教会重建了 什么时候这地就滋润了 因为我们就是那个 基督的身体 基督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在什么 我们在地上捆绑的 他就在天上捆绑 我们在地上释放的 他就在天上释放 如果这个地方没捆绑 没释放 不是基督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说 哎 神是祝福这个美国的 那就是神要透过我们这管道 我们要完全向着神 祂才借着我们的管道 祝福了这地 我们来看 以西节书 我不希望这个 我上次没掌握时间 这次要抱歉 第一个就是 以西节的这个 这个先真是怎么来的 不是他自己想法 不是他有政治规划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是有启示 我不讲他在河边 怎么得他的启示 重要的就是神的灵 将领他 把他的话语放在他心中 于是他向着 整个的子民在说话 不是好事啊 我们现在 今天很容易 我们很容易把这个 我们说的 这个神的启示这件事 先知这件事 搞成一个世界的东西 我们今天说先知是什么 就是预言 是吗 先知不是说预言的 先知是说漠视的 这就是跟世界预言家 最大的区别 就是这件事 预言家只是讲时间系列里的 未来会发生什么 先知是说 在每一个未来发生的事中 永恒在那怎么出现的 这是先知 所以以西节是这样 所以要说这个事就很困难了 为什么呢 一说怎么出现的 就要破碎 这就是我们看的先知叫倒霉了 那就是这个以西节 一接受 一领受圣灵的这个启示 神就告他了 我为什么要圣灵感动你呢 感动你去哪呢 不是那边有人 这个荣华富贵等着你 你要去这个荆棘和吉利之地 去什么 那些蝎子在的地方 你要去那些人 根本不听你话的地方 你要到那里去 对不对 好了 然后这个去的 这些工作都都是 我听着都很难 你觉得你这么躺着 能不动 不翻身 能躺多长时间 有意思了 你有这功课 向右躺着 三百九十天 捆起来 再向这边躺 四十天 这是这样的 说他的额头 要硬到这种程度 是比最顶着 自己景象 硬着额头的人 你还把他磨下去 这先知 先知是用命承受的 不是理念的预言 不是理念的描述 是生命承载了 神自己的生命 来到世间传递的 好了 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预言真是听得不好听 哎呀 末世对于我们 此事的所有的罪 都是不好听的 他来了说 第一件事 先做一个向大家的预告 什么预告呢 找一块砖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拿这个条旁边 说有人要像铁桶一样的 围困耶路撒冷 不得了 拿锤子打他 攻击圣城 这是他的预言 有不觉得我们这边 现在有点像了吗 然后说 把你的头发 呼吸全刮光了 刮光怎么样呢 三分之一 放到火里烧 三分之一 拿刀剑剁 然后三分之一呢 让它随风飘吧 飘着还得追着剁 什么意思呢 它是很简单 它说你要跟子民说 你们现在很快 这个城要被攻打了 我觉得好像是 是这么回事 然后呢 三分之一会死于瘟疫 和这个瘟疫带来的饥荒 三分之一会死在 这个刀剑之下 三分之一会散到 各个地方 万国去 而且我还在追着赏 那还是个祝福 他后面讲了 去散去的人 实际上是一个再造 那你说 这个 这话谁愿意听啊 这个要我也不理解 我们是基督教国家呀 对不对 他当时也说 我们是犹太人啊 耶路撒冷是圣城啊 是你的城啊 我们是你的名啊 你怎么来杀我们啊 这就是真正的这个 这个先知要说的话 这个时代 还不要说被扔这个鞋和臭鸡蛋了 都是被人砍掉的 好了 他就这个 耶和华不是不讲理的 神不是不讲理 神就来说 我带你看是为什么 第一件事就是 你们都在拜假神啊 你们都在拜假神 用另一个东西 做你生命的根基 所以你的生命 是完全行尸走肉 根本没有生命的 对不对 怎么拜假神呢 好来了 来到圣殿了 你看没有 圣殿里都是偶像 你没看到吗 你们还在圣里办日头 你们这些都在这个外院里头 门边冲着世界 去拜那些世界的东西 不就是你们吗 你们还藏起来 认为说我不知道 神不知道 反复讲这个 神不知道 我们在这儿干着这些 拜偶像的事 不 我都知道 所以不要因为你们 有一个表面贴着的子民 或圣城 我把这要揭开 让你看见 知道说这个灾难 从哪里来的 他说我是圣洁的 我不能够住在不洁之地啊 如果我的身体都不洁了 那我可能要从这儿走 这就是耶和华讲 所以很有意思 这个以西结书 它有一个重点 你看 都是圣殿 都是圣殿 它没有直接讲 跟圣城的关系 没有讲说 跟子民的直接关系 它讲得很清楚 就是这殿 所有的通道 那片活水下来的云彩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那曼子 曼子怎么 曼子必须裂开 破碎了 上了十字架 我才通了 要不就是障碍 要不就是堵塞 所以我让他说 这个地方不通了 所以有这些灾难的原因 不是 你也讲 不是因为我想降灾害于你 是你们自己有灾害了 后面讲得特别有意思 他说他反复讲得说 还是有很多人 跑到耶和华这儿来问讯 然后他说我不回答 神说不回答 不通了 你哪怕你是子民 到我这儿问 也不通了 为什么呢 他讲得特别 这个耶和华特别幽默 他说 因为你拜假神 我就以假神回答你 哇 不得了啊 如果你追求的 就不是永生 我怎么给你永生啊 对不对 我只能让你追求的东西 成为你自己生命本身 那就是 所以你用一拜假神 那我不能够违心的 非公义的 因为这头包含着 最终审判在这边的彰显 这就是耶和华特别 后面讲了说 那我要走了 这些事临到 后面一件事 是跟最后审判有关系 在这个审判中 我要从你们中间撤离了 所以你看三次圣殿 第一次圣殿就是走了 耶和华的 很有意思在这了 耶和华的荣耀 上了基罗伯 在圣殿的门槛外头说 那个事儿吧 招了他自己的什么 自己的使者说 我们一会儿看 要做什么事儿 然后他说我就走了 后面就是 不仅是出了这个圣殿 首先是出了圣殿 出了城 到了城南边的山顶上 走了 然后是什么事儿呢 在门口 他在这个圣殿门口 吩咐的这件事是什么呢 你们七个使者过来 其中一位呢 很有意思 是掌管的 穿着细麻衣 腰间戴着墨盒 这一位 六位杀手 跟着他走 干什么呢 这一位细麻衣说得很清楚 我们都知道说谁会穿着细麻衣啊 对不对 在我们看启示录里头 只有这些穿着 洁白细麻衣的人才最终在历史终点 那穿着细麻衣的守者是谁 我们知道啊 所以这一位呢 带着墨盒 我们今天是特别有意思啊 你看解经书全都是讲说 哎呀这是当时什么 这个象征的七杀手了 墨盒是文士了 全没有关心这条 这是最后审判 他说很清楚 这位穿细麻衣的 就为现在犯罪悲哀的那些人 吼叫的人 就将墨点在他的 其实点在他的灵魂上 这是圣洁的 他们哀哭的那些人 为子民的罪而需要悔改的人 那么 那干什么 圣洁的使者 就将那什么 我说的呢 这个 我说的干嘛还一点啊 其实它就是样式 那个墨就是 我们永生的样式 在你灵魂中了 就是逾越节中 基督的宝雪 于是这些人 这些的人就可以杀了 这些人绝对不能动他们 在永生中 已经有了不灭的生命 剩下的一律杀死 哎呦 我看到这儿的时候 我不知道什么 我这看了有好多感动 第一条是说 可能如果不信主的人 看了是根本不理解 他说除了被墨点的 也就是除了 宝雪覆盖的人以外 有墨 也就是上帝 所描绘的东西 样式在他生命中的人以外 剩下的人不管男女 不管老少 不管婴孩还是富人 全部杀死 哇 我们墨道友一听 就是吓坏了 哪有这事啊 他忘了说这是 最后审判 最后审判 就是黑白分明的 就是把一切的善和恶 都推到了极端 最后做了了结 没有再有发展了 没有再有说 以前的拯救了 最终就是这 最终那有灰的吗 是就是是 不是就不是 罪就是罪 非罪就是非罪 所以在那个地方 只要你是罪人 全都死亡了 这说的不是 简单 肉身的死亡 他说的灵魂 就是有和是没有 讲的这件事了 这是第一个 很震动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能 也会看到 后面说的 在这个前头 后面说的 还有更多的事 他说义人和罪人 一律铲除 这跟我们说的不太一样 阴心称义怎么没有呢 不 他有很 以细节中有很多的解释 都是关于这件事 他说义人 如果你背弃我 你的所谓以前的义 就不纪念了 说得很清楚 说的是义人的犯罪 当你不跟我行的时候 你的生命中为我的时候 那绊脚石就放在你面前了 都是耶和华本人说的话 绊脚石什么 还记得耶稣吗 将人舍弃那一块石 你就死了 那你是义人呢 什么意思啊 你义人如果是犯罪了 你就跌得上去了 所以这就是对我们讲的 后面这句话对我特别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我看到这冲击 我最近看很多 过去一年看很多的先知书 他说这个审判你别期待着是杀那些吸毒的人 抢劫的人 强奸的人不是 从什么 从圣所开始 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 从圣所开始 不用想别人 不要说他们 他世间本来就是罪人 是你要去拯救的对象 他为什么没被拯救 他为什么犯罪 因为你现在用罪堵着我的管道 我怎么去救他呀 他为什么干渴的 为什么没有生命的活水呀 不是我不是活水 我永远是活水 是不吸毒的样式 于是我们一块来做鸡沙的工作 鸡沙的工作是从铜 祭坛而开始 十字架 凉过的 你上十字架的人 献祭的人就不死 你不献祭的人就死 下来了 第一个先杀长老 对不起 我今天说的不是范长老 不是张老 不是李长老 我也是长老 牧师也是 记住啊 牧师也是长老 但是我看了以后 我最重要感觉不是 因为我们人人都是祭司 记住啊 不是职分中的长老 长老在那个时候 我们看的是政教合一的 就是年龄 子民都是肉身 也是长老的那些人 就是信主很久的人 长久有灵命 原本应当把自己的生命 不仅倾倒在世间 而且要培育所有的 我们所看到的出现的人 这些人从这开始杀起 杀起最后审判的刀 他说他要磨快 要像闪电一样 就来了 一个 一个 好 都过去了 后面就不讲了 后面说了很多 都是怎么样来洁净我们 洁净的目的什么呢 洁净的目的就是说 要让这个圣殿 重新怎么样建立起来 就是我们说的这件事情 不是去修城 是修殿 我们今天也是 不是去抓那个 我们怎么宪政的结构 不清楚了 不 这要看看宪政背后的基础 它是不是还能连接得上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后面他讲到那讲了 我今天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讲 他也讲到成中人的罪 我都不讲 这个以西学书不是特别强调 民之罪 是强调 不是成 你看 他讲的是殿 讲的是殿里头 真正的 我们说信主的人 而且是从我们 常信的人开始 开始往下 来疏通这个管道 好 第二个就讲了 这是第一次殿 离开了 他怎么回来呢 他是把我们散去的目的 不是这个 他说暂时给你们一个圣索 很有意思啊 那些三分之一 散到那儿去的人 仍然有刀剑地追杀 但是让他们在那边 要干另一件事情 首先就是这件事 首先就是兴起先知 什么是先知呢 又回复我刚刚说 就是承载着 不灭的永生生命的那些人 莫是在就是先知 对不对 他先说了 我们每一个能够先行 有基督生命临在的人 他就是守望者 当然后面他也讲了 也是牧者 他这两条 你看两章是连起来 说得很清楚 我们都是牧者 这些守望的人是说 如果我告你了 你跟前段的 这个最后审判是合拍的 你如果没去唤醒 那些沉睡的人 你有罪了 你立你就是干这件事了 我们信主就是唤醒 那些没有沉睡的人 没有醒着的人 我们没去唤醒 我们就有罪了 这是保罗说的 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罪了 很有意思 那么他这说的还不仅说 你不让别人 包括我们的子民羊啊 也能够不沉睡 能够在灵里醒了 就是守望者 就是牧者 当然要为他舍命 我们今天这个 先知前段已经讲了 都是用命 披带 一会后面这张特别有意思 那么那个肉身 记住啊 从里头被盗 这个执掌的肉身 经过实际下 于是才会有形有体地 影响整个社会文化 拜托是活出来 我们那是告诉大家 什么道理都没有用的 唯一的就是让圣灵进来 让那个样式 从我们里头出发 这是后面讲的 枯骨重生就是这意思 灵来了 然后呢 我们才有 批带耶稣 批带基督 然后才会有 他的肉 我们吃了 他的血 我们喝了 才在我们里头 生发出 有形有起的 他的身体 于是 才在世间中 有现实的 生命的影响力 后面才出现 社会文化的改变 我们在这边 说了最最精妙的 系统神学 也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身体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DNA 它能够凭空活着吗 不可能 包括属灵的DNA 也是一样 它必须是 道成肉身的 它必须是 圣灵受孕的 实实在在 在我们面前 才会什么 才会真正改变 这个世界 所以复活 是身体复活呀 没有身体的复活 是假的 身体复活什么呢 那就是首先 我们这些住在基督身体里的人 都已经 我们说 披带他 有他的血 有他的肉 成为他自己 样式 我们老说 那个神的话 就是他的样式 他的样式的实在 能够改变别人 拯救别人 为人做示范的 这样的 我们说的 这个真实的存在 我们叫做永生 就是在那 所以他说 这才 后面才来了 后面 这个 这个 有 你刚才讲了很清楚 有先知 也就是有先行的人 来做刚才说 先知那样的 十字架的 这个祭坛的工作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 才会有 我们看到 众人的 十字架之后的复活 对不对 然后复活 才会以身体的形式 将灵的力量 借着有形 有体的 肉身的归属 而在世界中 释放了他 超越的力量 这就是他讲的 然后后面讲了 这就会 这就是异象 然后他在 这个前提之下 在十字架 复活的前提之下 于是 那城的异象就出现了 但是是模糊的 仿佛有一个城 的异象出现了 在最高的山 圣山上 万物都要归序的 那个山上 向我们彰显了 然后就说了 有这样的样式 就出现了 那就是我们说的 看到的 这个我们身体的样式 然后就回来 我们看到了 这个样式出现了 就仍然是 神本人在一头 因为那圣城 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接着 就第二次 提到圣殿 圣殿就是 荣耀又回来了 有前面的十字架的呼唤 有人上十字架的悔改 有复活 于是神就住在他自己的殿中 后面讲的 他就正好是 你还走和回 都说得很清楚 都是做他真正的前提 复活了 好 我们看进来了 进来干什么呢 很有意思 他说进来了以后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 洁净那些过去的污秽 偶像 那些过去的尸体 都洁净了 尸体不一定是 咱们杀很多人弄出去 我们也是先死了 我们又没有把我们里头的 世界的尸体去掉 让他复活成一个 真正的 有耶稣基督的 又真又活的生命 然后他说在这个时刻 才会把电的样式告诉大家 前面我讲得很清楚 电的样式不是空白说的 你怎么说 我们之后基督应该这么活着 教会的规则应该是这样 也不可能真正建立人的生命 因为建立人的生命 就是实价和复活的 实在的生命转变 大家讲得很清楚 第一个是把这个样子给他们看 让他们量 不是用我们来量 那个圣殿的样式 是用圣殿的样式 把自己的生命 放到圣殿的样式底下量一下 量完了 悔改的人 才知道说圣殿的样式 圣殿的设计 圣殿它真正的出入口 才清楚了 而且在说 怎么样呢 你清楚是什么意思呢 后面说 得按照这个去活 这就是整个回来的含义 最后的圣殿是活在我们生命里的 是以天上的样式 借着十字架复活 活在我们里头 从我们里头有形有体出来的 然后再回到我们现在的这一集 有这个 我们这第三次提到圣殿了 你这时候才能流出去 前头你看没有 前头整个地看到说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疾病和灾害 从哪里来 跟最后审判之间的关系 看到那个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出折痛苦 和世间的那些污秽 都是因为管道不通了 而这管道不通 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了 所以神他自己的生命 从他自己的教会中 从他自己的圣殿中分离了 于是真正的活水 那么也就不再临到这地了 然后呢 很简单 仍然盼望也是在教会里 仍然是经过真正的先行领受 凡是以自己的生命 承载了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影像 能够为众人死掉付出代价 去唤醒他们的就是先知 先知不是那些理念上知道什么东西 我举一个不好听的例子 就是说如果明天 你预言了明天 我不会买这个 它应该叫什么东西 股票的什么点是吧 上涨了一千点 你觉得他是先知吗 所以这才是回到这个殿的流出 我们今天的经文才出来 对不起啊 我绕了这么大圈子 因为整个以西西耶稣 都是讲的殿的 我们说的那个真正的转换作用 和承载作用 就是神走了就会发生什么 神回了就会发生什么 这是神进入了之后会发生的事情 好 第一件事 我们看到了 他说 带我们去 这是荣耀 耶华的荣耀已经从东门进来了 向东的门进来以后 然后带着我来看整个 我们看那个水 我们的活水 生命的活水才从那流出去 我刚才听了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刚才有一首圣诗唱完了以后 有那个水的声音 你们注意了吗 你们都会注意 因为我今天看着 因为那个上帝的荣耀 他进来的时候 有多水的声音 活水的冲灌 所以我今天听了特别感动 说 你看怎么选的师哥 圣灵可能选的 不是我们 然后呢 有多水 这边也讲说 多水的声音是冲灌了 但是要流出去 就讲了 第一个 向着神 我们是复活的水 不是脏水 是被神洁净的水 是改变了样式的水 是里头有神他自己生命的水 流出去了 好 先流出去 流出去以后呢 就向南边 对不对 南边的是什么呢 从祭坛的南边过去了 凡上十字架的 这水才是洁净的 凡上十字架了 这水才带有 耶稣基督生命的力量 于是必须要经过祭坛 从这个祭坛南边流下去了 好 流下去怎么样呢 那就出去了 对不对 那先凉了 有路途啊 不是我们在殿中待着就完了 不是流出去就完整了 不 就在这流出去的过程中 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 你不流出去 在这空 在我们里头所谓的冲冠 永远冲冠不了的 它要流出去 流出去你看 一千轴 一开始很浅 在怀子骨着 很浅嘛 我站到我这 然后又有水的滋润 然后呢 又往前前了 膝盖了 然后又一千轴 又探过去了 然后又到腰了 到最后不能汤了 什么时候你不能汤了 祝贺你啊 你的生命就满有基督的生命了 他的意思说得很清楚 你只要建立在你根基上的时候 神也引领你 神也建造你 神最大的这个就是 就是让你不能站在你自己的脚上了 你浮起来了 你是河水啊 顺着水 它自己的漂浮 它拖着你 向着它让你流的地方流了 于是 那就是我们的建造 所以你看没有 是从殿 向殿外流 在那个流的过程中 因为那就是你要付代价的时刻了 是经过祭坛流出去 是不断地在流的过程中 你的生命付了代价 于是不断 不是你付了理论看宪政 看不清楚 你得是浮在圣灵给我们的生命之水中 才看清楚那边到底怎么兴旺的 好 就是看到什么呢 就看到了 周边在这个活水 生命的活水中 从圣殿 你看 我应该把这渊源踩得清楚 是天上的活水 经过圣殿的再造 从它那流出来的生命活水 这周围的社会文化 才会 它的缘分 把它彻底地败坏了 但这个时候 有什么 有那些 记住啊 是我们首先被神复活了 是那个实家的力量 借着我们复活的生命 又真又活地流到我们整个那个潜海里了 于是那水变田了 改变了 后面又说了 这个说得特别多啊 然后里头生发了很多 在水中生发了很多生命啊 鱼 它最重要的是那件事 在存 于是那个地方什么呢 就变成了盐碱地 变成了泥泥之地 对不对 不生发的 什么叫盐碱地 盐碱地就是你种什么 它都不生东西的 对不对 但是那我们流过去 仍然有盐碱地 仍然有泥泥之地 地挖之地有什么 不 没有关系 因为这流水就是我们生命的建造 前面讲得很清楚 是我们如何在上了学习 不再在自己的根基上 不再在老我的根基上 是如何在圣灵 借着十字架复活 倒成了肉身在我们里头 那么我们就得到一致 我们的付出是绝对不会白费的 是绝对有效的 尽管我们没有世间看到的数量效力 却在更深地熏陶改变 彻底从最根基中的地方 为这个社会文化做翻转的工作 那就是最终极的效益啊 它一定会有的 那有人没没活 那是他自己的事 他就会 刚才讲了 在最后审判中 没点上没点的人 他去哪 我们就不管他们了 后面也讲了说 你看树木都生果子 他说得很清楚 是不枯干的 是每月结果子的 是长新的 是生发的 这个就是神的生命进来了 而且呢 说很有意思 是那个叶子会不受感染的 可以治病的 不仅我们不受感染 我们所看到 这仍然就是国 才会长久 才会长新 才会在神所创立的样式中 各从其内地 永远保持他自己的活力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样式 我们今天很多事就忘掉了 那我们殿中呢 有什么 我今天也不是来讲 殿中各样的问题的 但是可以看到说 什么是我们的假神呢 什么是世界的价值观呢 这是很多的很有意思的 我们这边讲得很清楚 他前面讲了一个特别因素 就是说 那殿为什么先 因为你们老拿呢 没有什么 没有阴透的 湿透的灰去建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有灰 平安了 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为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说了 你看建造 都有灰建上了 这不是平安了吗 但是如果那里头 所做的建造里头 没有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 只有一个名称 只有没有透彻 只是部分性地拿来 忽略了他里头 本质的生命的话 那你建造了 有风雨来了 我们现在的这些东西 就是风雨啊 就让我们看到 我们建造不足哦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 今天经历的事 都是神允许的 包括我们看到的疫情 包括看到政治的混乱 全都是风雨 都是神允许的 他就是让我们 来检查我们的管道 和我们的建造 我们的管道通吗 我们本来应该是 这地的祝福 我们祝福了吗 我们所建造的这个殿 它是不是牢固的 是不是只有灰的名 由于没有泡透 所以根本没有 让它实际的力量 在我们殿中发挥出来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 神允许我们经历 这些自然和社会 动乱的原因 最终就是回到我们自己 我们先都是 我们要为美国祷告 为人类祷告 确实没有为我们自己祷告 我们当然也为自己祷告 我们找工作的时候会 对不对 为我们的灵命 为我们是不是里头 已经被那个西麻衣者 用上帝的样式 用基督的宝血 在我们灵魂上 点上了呢 墨点 就是门楣和我们上面的宝血 有没有啊 那宝血不是外头的覆盖层 宝血是灵魂浸透的 我们里头与神同在的那些荣光啊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 我们今天所建立的事 其实我不想回顾美国 我只是想说 整个我们今天西方 它这种文化兴旺的原因是什么 美国有很多外在的恩典 才聚集起来的 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今天所有的迹象 对不起 我也是一个旧式学者 所以我是什么都研究的 这个是我们从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 都研究这个罗马帝国 它是崩溃 它所有的迹象 如果从肉身的表象上来看的话 它所有崩溃时的表象 在我们今天的西方社会中 全都存在 全都显露了 而且特别的兴旺 我今天不讲了 我举最简单的是同情恋 不要讲其他的事了 太多了 宫中欲乐 大量流民 随着这个可以收买的民众 哎呀 太多 筑墙 说一下都是 罗马帝国这个崩溃 好多迹象啊 特别有意思的事 但是救赎从哪来 很多人一没忘的时候 我们今天以为说 哎呀都是希腊文明给我们的 都是罗马的法制建造的 哎 没有 希腊的文明在那 它为什么在地中海的广国崩溃了 罗马的法制 为什么没有最终保住罗马帝国 不是 是上帝的恩典 是主在那个时候出来 建立着他自己的使徒 是使徒 那些前辈殉道者 一天一天用命 承载着基督十字架的力量 在这个这么大的这个片土地中的 一种特性的文化中 不断地付出代价 不断地用自己生命的舍己 于是使这个文明重造了 我们根本不是希腊和罗马的文明 只是外形的相似 是里头有另一种精神的 另一种文明 我们今天是这样 如果我们不 不让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这些 怎么说呀 我们今天就得到了这个祝福 一个就是查斯丁尼 没有他的开放政策 我们怎么的兴旺呢 另外一个就是查理曼大帝 如果他不是翻转了 不是他梦中看的十字架 后面就信了 然后部下都信了 我们今天哪有在西方的兴盛 对不对 我们完全忘记说 这些人他们能够改变 根本不是因为他们 这些王的心 当然也有他特定的特殊的恩典 随着向了整个国家能够翻转 是因为从一世纪开始 一直到七世纪 有这么多人 我们的殿里完全跟主同行 背起使徒的十字架 在任何的境遇中 我说的还不仅是红色殉道 付出自己的生命 上十架被钉死 被砍头 然后被投到投射场里被咬死 更重要的 如果你注意 你注意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使徒书信的后面几篇 然后你有机会 如果你看看这个旁经 看看那些二世纪 三世纪 他们那些特别的圣徒 尽管不是圣经 是圣徒的感受 他们强调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就是白色殉道 圣洁 没有红色殉道 白色殉道 完全彰显了超越的力量 那个已经崩溃的罗马帝国 怎能被凝聚 被一个更高的 他自己崩溃 怎么能自己建造 不是更高的力量从上头来 借着有形有体的基督的身体 在那里头将整个水分文化 内在的精神发生了变化 水变填了 然后才会看到那边 水里的水边的树才出来 我们今天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是 如果我们还真着急 我也不管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我不管 这件事很多人问我 这件事 刘牧师你怎么不关心这件事 我说我怎么不关心这件事 我关心跟你们关心的事不一样 你们那儿就说这哪儿漏水了 我说不 管道根本就没通 对不对 我跟你们关心的地点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看的是根基 最重要就是这儿 就是我们呀 就是教会重建 如果我们有热情的话 我们应该到这儿来 看看说 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 有形有体地把建造 教会建造好 才有刚才说的 那火水经过祭坛流出去 才改变整个社会文化 现在我只讲一点 就是现在如果你没认识到 还在网上 用微信给别人吵架呢 我劝你把精力放回来 放这件事来 到这儿来 我们教会都有用圣经 有主的样式在这儿重造 把精力放到这儿来 这次也是对我很大的冲击 那么大的危难外头 我说的是有自然界的 有社会上的 如果你是真有主的 生命的人 你是在里头跟他们打滚吗 对不对 你都没有十字牙的力量 没有祭坛的话 你是不是赶紧跑回自己的圣殿 抓住那圣坛祭坛的脚 揪住说 我的命在这儿了 我的命在这儿了 要不就跟他们一块儿死了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事 我们现在倒是不来了 据说 有人去研究 有机构说 现在一采取了这个 在Zoom上聚会以后 全美的聚会人数降低了30% 在这么大的危难中 现在得首先裂开 背十字架 回到教会 重建教会 我想 我这次要特别注意时间 上次对不起 可能有通过了 好 我们就有机会的话 再跟大家分享 还是这样 就是教会 我们说的就是这样 就是日管道 就是这片云 不要去让所谓神的恩典 从那边下来了 我们现在都说 哎呀 上帝保佑美国 同意 我完全同意 但是上帝怎么保佑 就是我们 不是美国保佑上帝 这搞错了 不是宪法巩固了信仰 是信仰建立了宪法 我们如果没有这儿的话 怎么行呢 我们就是说 现在只是指神的王 就像我们想的 再出一个查里曼大帝吧 再出一个查斯丁尼吧 那不起作用了 或者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 俘获了 罗马的 我们说的法治 和希腊的民主呢 俘获了也没用 因为你得有长流的水 它才能够发挥出 天上的力量 要不你依靠它 很简单 我们把渊源丢掉了 却抓住了后面那个宰器 过两天那水就干了 所以 我们这儿做的工作 其实和我们所在外头的关心 并不矛盾 而且是更深地解决了 未来和更要位 重建 先毁我们自己的罪 再看世界的动乱 从哪儿出来 于是 那就是真正的恩典 神会保佑美国 一块来祷告 主要我们感谢你 就是你做了我们的山寨磐石 我们在世间中 所有你在普遍启示 给我们的创造 给我们的恩典 只要没有你的生命 在里头 真正像活水一样的滋润 都会丧失 都会变臭 都会改变 那就求主 你真是 你十字架上 所向我们彰显的 那个永远复活 永远奔流的活水 那就求主 真的赐给我们 我们现在 是常会站在我们自己的脚上 不想随着你的活水 一块往前行了 那就求主的圣灵 求主十字架上 所赐的一切活的生命的冲击 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 那么 使我们也能够随着你的 不仅能冲刷他们的罪性 而且在里头提供着 复活的 你自己样式的生命的活水 那就求主 做保守的工作 我们再一次 把我们迦南教会 放在主手中 知道是主 你自己的心意 让我们重建 知道说这重建 就是一切文化改造 更新的根基 那就求主 让每一感动 来到教会 共同地 我们来改变 我们自己的生命 彼此建造 成全我们这些圣徒 以致我们能够成为 这地的祝福 我们这样祷告不配 侍奉主 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 阿们